泰山小姐弟身亡,父却失联,犹如无子命案翻版 警方赶紧拉上封锁线,因为21号晚上 在新北市泰山区接获报案说公寓有人要亲身 没想到警方铺门而入后,映入眼帘的 却是一对已死亡多时的姐弟 然而根据警方调查,这对姐弟因父母离异 平时各由父母照顾 结果21号当天是姐弟与父亲的家庭运却演变成一起悲剧 屋内不见父亲踪影,只有姐弟俩冰冷的尸体 有刑警私下透露从来没遇过这种情形 也让人想起2006年发生在花莲的无子命案 父亲刘志勤与母亲林真米疑似将三儿两女杀害 再将子女用棉被包裹堆叠成尸在浴室内 五人皆被交代缠绕脸部并以铁丝捆绑 但离奇的是刘志勤夫妇仍间蒸发 直到2015年才被民众在花莲茨云山产业道路 发现两具白骨 检验却认为两夫妇 但沙子及自杀动机至今仍沉迷